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又一起来学习统测高频率单字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回Unit3 所以各位同学请把课本打开来到Unit3 老师一样要挑选三个重要的最高频率单字 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三个 Attract吸引这个字 哇各位可以从它的出现年度就发现 这个单字组真的非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统策考题里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Attract Dang whistle to attract my attention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啊 对了我们在Unit2的时候啊 曾经介绍过注意力 Attention这个字 当时呢我们就有讲说 哎呀Attract one's attention啊 非常的常看到 也非常的好用 那时候还有一个字也可以当做吸引 我不晓得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就是这个啦 来看一下同一字 Draw 画画这个字 也可以当吸引哦 所以 Draw one's attention Attract one's attention 都是可以的 吸引某人的注意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字 Attractive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 Charming 迷人的 好他说啊 Lily looks attractive in that mini skirt 好Lily呢穿着那个这个迷你裙 看起来很迷人 很有魅力 好其实啊各位同学 我们常讲说美女帅哥啊 现在你要说美 什么你是beautiful啦 还是handsome啊 这个比较有点旧时啊 过去比较常用这样子 现在呢 其实大部分来讲啊 我们常用attractive这个字哦 attractive讲某人比较帅 比较美 哎呀我们家隔壁邻居啊 搬来了一个attractive young girl 哇是一个很漂亮的妹耶 哇然后我说John is the most attractive boy in our school 哎呀约翰啊 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最帅的 啊的耍帅哥 attractive boy girl 好就是讲美或帅 这个字反而比较常用 各位可以学起来 好这呢是attraction attraction 吸引力 或者是吸引人的事物 或者是景点 好我们先来看108年 啊这个同测考题里面有一句话 他说啊 Thanks to the very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Ok thanks to是幸亏或鱿鱼哈 鱿鱿鱿很方便的公共运输系统 Travelers can save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会moving between local stations hotel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好attraction我们刚讲过啊 吸引人的事物 或者就是吸引人的地方景点 tourist这个字是观光客 哎呀那吸引观光客的地方就叫做观光景点咯 对不对 好attraction attraction就是说吸引人的事物的这个点在哪里 好举例啦 各位同学喜不喜欢来学校啊 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上课 有的人说我是为了要求知 那有的人是说什么 我是来交朋友的啦 交朋友是我来学校这个最大吸引我的地方 我就可以说什么 Making friends is the major attraction for me attraction不是attention attention是注意力 attraction是吸引人的事物 for me ok 对我而言啊 我在学校可以making friends 这才是我最主要的动力 想要来学校的原因 ok is the major attraction for me ok 紧接着呢 老师要介绍第四个单字 available available 可获得的 可利用的 好老师为什么要挑出这个字呢 因为这个字对很多同学呢 都很难 很难念 很难背 很难记起来它的意思 然后呢 也不知道怎么样呢 要活用跟应用这个字在句子里面 好 所以老师呢 今天呢 特别呢 来讲解一下 让同学呢可以更认识这个字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例句啊 the monthly sales figures are available on the computer to everyone 好 他说呢 哎 这个销售数字啊 我们把它放在电脑里面 on the computer 然后呢 这个资讯呢 对每个人啊 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它不是秘密 没有这个上锁 没有那个上密码 be available to 什么东西对谁是可获得的 什么东西对谁啊 是可利用的 就是be available to 好 这个字呢 还常常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啊 我们要举几个其他例子啊 比如说 哎 有时候你在公车上 对不对 哎 脚站得很酸了 很想坐下来 这时候有个没有功德心的人啊 哎 怎么把包包就放在那个旁边的座位上呢 好 这时候呢 你可以问他什么 请问一下这座位有人吗 怎么问 is the seat available 好 请你用这样说法 is the seat available 不是什么 is the seat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啊 不要这样乱用哦 好 那你说 是的 哎 这个是空位 yes the seat is available yes is available 好 好 那还有呢 嗯 再举个例子 嗯 哦 好渴哦 有没有水可以喝 有没有果子可以喝 I'm sorry I have no water available 没水呢 哦 OK 不好意思 啊 现在没有水可以喝 我们赶快去sevin买吧 OK I have no water available 好 好 另外呢 还有其他意思是 某人有空的 好 我说哎 明天要不要去打球啊 Are you available tomorrow 不好意思哦 我明天要去图书馆读书 哈 No I'm sorry I won't be available 哈 I'm not available 这个意思类似于像 Do you have free time 啊 Do you have free time tomorrow 意思差不多 Are you available tomorrow OK 所以各位是不是可以发掘一件事情 其实available没有你想象中难用 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应用上 可以使用的时候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把这个字也学起来 available available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滑滑滑滑到最底下的30 好 老师要来讲这个字 prefer prefer 好 prefer呢 跟like意思差不多 但是它有一点点 就是改好像比较急一样 就是我较喜欢 什么事情 好 OK 好 各位可以从这个年度看得出来 它也是常常出现一个高频单字 好 那它的用法是同学比较困惑的 所以今天呢 老师要来讲一下它的用法 好 prefer呢 它有个闺蜜啊 它的闺蜜是谁呢 是to prefer to 好 prefer to后面呢 他们两个人喜欢用原型来相见 原本的那个动词的样子来相见 好 prefer to 加VR 原型动词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他说 我较不喜欢外食 I prefer not to eat out 好 这是老师 一点点巧思跟用心 希望各位同学呢 诶 prefer to 加原型以外呢 也学一下 如果是我否定怎么办 我如果是 叫不喜欢做什么事 怎么用呢 好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不定词的否定 叫not to not to 加原型 这叫不定词的否定 好 不定词否定 好 OK I prefer not to eat out 好 那刚好相反了 老师最喜欢吃外食了 每天都喜欢出去 这个今天泰国菜 明天越南菜 后天 法国菜 好 I prefer to eat out I prefer to eat out OK 好 这就是一个肯定句的用法 好 那prefer to呢 这个闺蜜呢 有时候也会吵架 呢 好 他们两个要分开咯 我们来看第二种 他的用法 好 第二种用法呢 哎呀 prefer to 要分开了 好 分开以后呢 他的中间可以加什么呢 他可以加名词 或者是动词 就要ing 变动名词的样式啊 像这样子 好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说哎 你喜欢喝咖啡 还是茶呀 我说我喜欢喝咖啡啦 I prefer 好 来个名词的就简单了啊 Coffee to tea 好 那我们来看动词 动词怎么用呢 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来 他说我宁可考前事先准备 也不要熬夜 好 熬夜对这个身体不好 那个熊猫眼 对不对 好 好 好 I prefer studying 各位有看到吗 for test in advance to staying up late up all night before the tes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 来 prefer to 当他们两个的闺蜜啊 把这两个闺蜜分开了以后呢 如果后面你要加动词 请你不要忘记要加ing动名词 他需要用动名词的方式来展现 好 好 那像这种句型呢 他可以等于什么呢 好 他可以等于呢 哎呀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三种 两个闺蜜又合在一起了 好 一样要加VR 跟一一样 好 跟第一种一样 后面呢 有一种叫 rather than 而不是 好 也是加VR 也是加VR 好 我们来看 来看看等于 刚刚同样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同一句 他说 I prefer to study 原型 for test in advance rather than stay up all night before the test 好 OK 有没有看到 后面要加原型 第三种这种句型 是要加原型的 我们再看一次 prefer to OK 他的用法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好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名词 啊名词呢也不太好念 他念preference preference 好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小女孩偏好新大食物 哇 好强壮的小朋友 the little girl has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spicy food 好 请注意介细词 for 好 你看他的补充也是 show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对某事展现出 强烈的偏好 OK 好 今天呢 老师为各位呢 这个讲解 说明了第三回的 这个重点生字呢 就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 其他的生字要靠你自己读 靠你自己记跟念 读完以后 不要忘记来小事伸手区 展现一下你的伸手 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背熟 OK 那就这样咯 下次见 拜拜 拜拜